日本为何惧怕俄罗斯 即使到了现在双方的关系也不算是和睦 虽然美国的军事实力和经济力量要超过俄罗斯很多 但俄罗斯拥有苏联的巨大遗产虽然已经没路 可俄罗斯依然拥有巨大的实力叫板美国 俄罗斯给人的感觉就一般是比较强硬的 而对这个感触最深的就是日本 日本和俄罗斯之间还是存在利益分歧的 在二战时期日本由于是战败国 北方四岛就被当时的苏联给侵占了 这是国土问题 由于当时日本根本无力解决 到现在日本已经逐渐恢复实力 而且经济发展位居世界前三 军事实力也位居世界前十 希望能够和俄罗斯通过协商问题 把北方四岛的主权重新要回来 但日本几任首相和俄罗斯勾动不没 有能够获得成功 对于日本来说 想要收回北方四岛也是难如登天的 而他们对于其他国家一般都是比较强硬的 但是对于俄罗斯却不敢放肆 这是什么原因呢 主要是二战时期 苏联对于日本实在太狠了 当时日本的关东军是日军中最精锐的一支部队 在抗日战争期间 曾经有七十多万关东军驻扎在中国东北 他们一方面是为了防止苏联 另一方面是为了能够经营东北 在1945年8月的时候 苏联集结一百多万大军直接攻击日军在东北的关东军 虽然关东军号称是精锐 但是由于太平洋战事发生的太过激烈 日本将很多关东军的老兵都抽掉了太平洋战场 导致了关东军的实力大幅度下降 但是在苏联红军的攻击下 他们仅支撑了十天七十多万关东军就全军覆没 近九万人被全歼 其余近六十万人直接被苏联俘虏 虽然关东军战败了 但是在8月15号的时候 日本就已经宣布无条件投降 按照国际惯例 苏联应该遣返这些俘虏 但由于二战时期 苏联受到了德国的重创 所以为了能够恢复经济 斯大林拒绝归还日本俘虏 并将他们押送到西伯利亚修地球 导致在苏联冻死 饿死了十几万的关东军士兵 最后 苏联建设完成 才将这批弹夫归还给日本 苏联违背日内瓦公约的做法 让日本无可奈何 但人家实力在这里 即使到了现在日本也没有底气敢叫板俄罗斯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 编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